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是在前面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 那我们先听听 下面这几位同学通过前两节课的学习 对分数有哪些认识 小明说 分数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我把六个苹果看作单位一 平均分给三位小朋友 其中的一份就是单位一的三分之一 小力说 我知道了分数既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表示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 比如有白兔二十只 黑兔五只 黑兔之数是白兔之数的四分之一 小军说 我还知道了像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样表示一份的数为分数单位 把单位一平均分成三份 每份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里有两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三里有三个三分之一 分数可以看成是分数单位的伟家 看来 同学们通过前面的学习 已经能从关系和度量的角度认识分数 这节课 我们又会从哪个新角度认识呢? 它和我们之前学过的知识有什么联系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开始这节课的学习 大家看 这是月饼 它不仅味道香甜 而且寓意团圆美好 深受人们的喜爱 这节课 我们走进静老院 看一看静老院的阿姨 给老人们分月饼中的数学问题 静老院的阿姨把三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每位老人分到多少块? 这个问题你能解决吗? 如果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不要着急 可以利用手中的圆片亲自分一分 画一画 看看每位老人到底分到多少块月饼 有想法了吗? 我们看看这几位同学是怎么解决的 小红说3除以4等于0.75块 小丽说3除以4等于四分之三块 小红说3除以4等于四分之一 小红说3除以4等于四分之一 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们一起听听 小红说 把三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每位老人分到多少块? 就是我们学过的除法 把3平均分成四分 每分是多少? 3除以4等于0.75块 我用学过的小数除法计算的 小红的回答中谈到利用学过的知识 解决新的问题 这种将新旧知识建立联系的方法 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问题用除法解决 小红算出的结果不够一块 是个小数 还有的同学算出的结果是个分数 他又是怎么想的? 小丽说 前面我和小红想的是一样的 这道题要用除法解决 3除以4等于多少? 这时候我动手分了分 把第一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每位老人得到一小块 就是1除以4等于四分之一块 再把第二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每位老人又得到一小块 也是1除以4等于四分之一块 再把最后一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每位老人还是得到一小块 1除以4等于四分之一块 所以说 三块月饼的四分之一合在一起 就是把一块月饼平均分成四份 取三份 结果就是四分之三块 列出算是 3除以4等于四分之三块 这是一小块月饼 一小块月饼合起来的 说得特别有条理 尤其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动手尝试 边说边操作 让我们听得更清楚 看得更明白 听了小李的回答 小明想说什么 小明说 第一节课学习分数的时候 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不管是分什么 有多少 只要是平均分成多少份 每人得到的就是全部的多少份分之一 我是这样想的 把三块月饼看作单位一 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每位老人就得到四分之一 看来同学们都认真思考了 那3除以4到底等于四分之三块还是四分之一 小李还有想法 我们请她和同学们交流 小李说 大家看 刚刚我是一块一块的分月饼 每位老人得到一块月饼的四分之一块 合在一起是四分之三块 这次我先把三块月饼完全重合的落在一起 然后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每位老人得到三块月饼的四分之一 大家请看 这每一份是三层 每一层是一小块 三层是三小块 最后把这三小块合在一起 是一块月饼的四分之三 因此三块月饼的四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三块 所以我认为题目是 每位老人分到多少块月饼 而不是每位老人分到的月饼数 占总数的几分之几 四分之三块表示的是 每位老人得到的月饼块数 四分之一表示的是 每位老人得到的块数 与总块数的关系 所以根据提议 应该是四分之三块 小明说 小丽说得对 我得到的四分之一 指的是每位老人得到的月饼数 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只要知道分给几位老人 我们就能知道 一份占总数的几分之几 但却不是每位老人分到的月饼数量 是啊 小丽得到的四分之三块表示具体的数量 小明得到的四分之一 小方说 通过同学们的操作和交流 我明白了 不管是一块一块的分 还是落在一起分 都是把三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分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每人得到的是四分之三块 三块月饼的四分之一 和一块月饼的四分之三相等 我得到的是三分之四块 结果不对 听懂别人的发言 不断调整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学习 小明说 通过三除以四等于零点七五块 三除以四等于四分之三块 这两个算是和以前所学的知识 我发现做处法时 商可以是整数 还可以是小数 也可以是分数 那分数与处罚有关系吗? 小明提出个问题 你们有这样的疑问吗? 你是怎么想的? 小军说 我感觉分数和处罚应该有关系 一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 需要多举几个例子 下面就请同学们 自己创设分月饼的情境 然后观察思考 分数和处罚有关系吗? 有什么关系? 有想法了吗?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小方说 把三块月饼平均分给五位老人 每位老人分到多少块? 小军说 把第一块月饼平均分给五位老人 每位老人得到一小块 也就是五分之一块 再把第二块月饼平均分给五位老人 每位老人得到一小块 也是五分之一块 把最后一块月饼平均分给五位老人 每位老人得到一小块 还是五分之一块 三块月饼的五分之一 合在一起 是五分之三块 三除以五的结果是五分之三块 还可以落在一起分 把三块月饼平均分成五份 表示这样的一份就是五分之三块 所以三块月饼的五分之一 和一块月饼的五分之三 相等 小红说 我们先不操作 回想刚才的过程 可以知道把三块月饼平均分给七位老人 每位老人分到的是七分之三块 我想的对吗? 请大家结合前面分月饼的过程 自己先想一想 小方说 我同意小红的意见 请大家观察操作的过程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 把第一块月饼平均分给七位老人 每位老人得到七分之一块 再把第二块月饼平均分给七位老人 每位老人也得到七分之一块 把最后一块月饼平均分给七位老人 每位老人还是得到七分之一块 三个七分之一块合在一起是七分之三块 三除以七的结果是七分之三块 这是一块一块的分 还可以落在一起分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分的形式不同 三块月饼的七分之一 三块月饼的七分之一 和一块月饼的七分之三 也就是一块月饼的八分之三 三块落在一起平均分成八分 每份就是三块月饼的八分之一 所以三块月饼的八分之一 合在一起是一块月饼的八分之三 三除以八的结果是八分之三块 三块月饼的八分之一 和一块月饼的八分之三 相等 一块一块的分和落在一起分的结果是一样的 通过创设分月饼的情境 我们得到以下算式 三除以四等于四分之三块 三除以五等于五分之三块 三除以七等于七分之三块 三除以八等于八分之三块 观察这几个算式 你有什么发现 小军说 通过这些算式 我发现商也可以是分数 分数与处法真的有关系 通过不断的举例 同学们已经验证了自己的猜想 更正了错误的想法 学习就是这样循序渐进 大家还有其他发现吗 小军说 经过刚刚的操作 我还发现 这几个算式 三是被除数 在分数里面 它是分数的分子 四 五 七 八 是除数 在分数里面 它是分数的分母 除号是分数线 就像小军说的那样 这些除法算式里面 三是被除数 它相当于分数的分子 四 五 七 八 是除数 相当于分数的分母 除号相当于分数线 结合具体的算式 解释起来很清楚 小军发现的分数 与除法的关系 你发现了吗 你们能用自己的方式 表示分数与除法之间 有什么关系 三除以四 等于四分之三块 三除以五 等于五分之三块 三除以七 等于七分之三块 三除以八 等于八分之三块 小军说 被除数 和分数的分子 有关系 除数 和分数的分母 有关系 自然 分数线 和除号 也有关系 小力说 分数的分子 相当于被除数 分数的分母 相当于除数 分数线 分数线 相当于除号 小力 把分数 与除法的关系 一一对应上了 我们再来看看 小红 是怎么表示的 小红说 我是这样表示的 你们看懂了吗 这样表示分数 和除法的关系 更清楚了 那你们能用 字母表示 分数和除法的关系吗 大家尝试着 自己写一写 我们一起看看 这两位同学 是怎么做的 小方说 A除以B 等于B分之A 小军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给你补充 但我给你补充 A除以B 等于B分之A B不等于零 看了他们表示的分数 与除法的关系 你有什么想说的 小红说 我觉得小军说的更全面 因为我们在学 除法时 除数不能为零 B是除数 除数现在又相当于分数的分母 同样分数的分母不能为零 所以我们要补充 B不等于零 前面我们通过分月柄的事 知道了分数和除法的关系 你们能联系生活时期 再举个例子 来说明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吗 小明说 妈妈把四米长的花边 平均镶在三个靠垫上 每个靠垫 像多长的花边 如果遇到困难 可以用四条完全相等的 长方形纸条来帮助你解决 如果你没准备好纸条 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动手试一试 一会儿我们交流 小红说 我用一条长方形纸条 来代表一米的花边 把一米平均分成三段 每段的长度是三分之一米 四个三分之一米合起来是三分之四米 利用我们刚刚学过的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最后列出算是四除以三等于三分之四米 所以每个靠垫 相三分之四米的花边 看来 香花边的事儿也可以说明分数和除法是有关系的 小方还把这两件事儿进行了对比 我们一起听听 小方说 香花边问题和分月饼问题虽然是两件事儿 但它们是一样的 香花边是把四米的花边平均镶在三个靠垫上 分月饼是把三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都需要用除法解决 都能用分数表示结果 同学们能在变中找不变 发现它们的共同点 抓住问题的本质 解决完香花边这个问题后 小方明白在分月饼时 自己的答案为什么不正确 我们听听 小方说 通过香花边的这件事儿 我清楚三分之四块不是把三块月饼平均分给四位老人 而是把四块月饼平均分给三位老人 学完分数和除法的关系后 我就明白了 你真是一个会反思的孩子 学习就是在尝试调整反思中获得进步 小丽说 今天这节课我学到了 不管是一块一块的分 还是落在一起分 结果是一样的 如三块月饼的四分之一和一块月饼的四分之三是相等的 小君说 我还学到了分数的分子相当于被除数 分数的分母相当于除数 分数线相当于除号 你们都是善于反思的孩子 有的同学说 三分之四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它表示什么意思 看来关于分数我们还有很多想知道的内容 以后我们还会学习更多的分数 同学们 这节课通过你们的对比观察 充分交流 大胆猜测 回顾反思 发现了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后面我们还会学习关于分数的其他知识 请你利用今天所学的知识解决一些问题 今天的作业是数学书六十一页练一练 和六十五页第十题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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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